国际原子能机构27号表示 伊朗并未在当天突破低风度浓缩油 300公斤的存量上限 但是该机构的一名外交官推测 伊朗可能在本周末突破这一储量的限制 28号伊朗与伊核协议各方将会在维也纳展开商讨 旨在挽救这项协议 伊朗日前发出警告 如果违反伊核协议的国家不重新履行义务 伊朗将分阶段继续提高油的浓度和重水的生产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本月17号曾表示 伊朗会在27号突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规定的 低风度浓缩油存量上限300公斤 并加速浓缩油活动 不过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7号的数据显示 伊朗的浓缩油储量当天仍未超过300公斤 不过该机构的一名外交官员推测 伊朗可能在本周末突破这一储量限制 美国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后 对伊朗实施一系列制裁 遭到伊核协议其他各方的反对 作为对美国施压的反制措施 伊朗今年5月8号宣布 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停止出口多余的浓缩油和重水 并提出60天最后期限 让参与这项协议的其他各方 设法确保伊朗能够获得经济利益 若诉求得不到满足 伊朗将不再限制自身油浓缩活动的产品风度 伊朗提出的60天期限将于7月8号到期 目前英国 法国 德国已对伊朗正式发出警告 称若伊朗不遵守伊核协议 将招致严重后果 与此同时各方也在积极与伊朗展开接触 试图说服伊朗继续遵守协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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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